字幕提供 今天是大日子 馬車第一天通車 很久我都沒有來過這個 烏溪沙 烏溪沙馬鐵站 我以前來就乘過 第一天的馬鐵通車 然後經常乘坐99號 以前99號是拉到這裡 今天就試乘坐這條 全香港最長的鐵路線 應該有最長的鐵路線 我真的不知道有沒有這樣的經驗 去營運這麼長的線 又長又多站 屯馬線 我們今天會乘坐屯馬線 我現在在烏溪沙尾站 話說72分鐘 實際上真正正確實際上有多少 其實可能也會有點落差 看看今天的經驗如何 現在時間是2點56分 今天試乘坐一下情況如何 今天很多像我這些 這麼貪心的人來回答 看看今天的情況如何 好,來到屯馬,屯馬線最尾站,烏溪沙 烏溪沙其實是尼安,即是烏溪沙村那一帶 這個站就是屯馬線的最尾站,亦是以前馬鐵線的最尾站 這個站以前開的時候,最多都是尼安那邊的人搭 但這個站相對於其他馬鐵線的飽山區 這個站也算是很多人的,最初的時間 後來近這十年,多了一些私人的屋苑開了 真是天空,那一帶的屋苑開了之後,才多人搭 我很記得以前的HR,對面是Honeldale 後來都是多了一些屋苑開的時候,才接觸了很多 即是西沙路那些屋苑開了,多了之後 以前真是Honeldale的屁股 好,我們今天就看看第一班,看看今天的創況是怎樣的 盈海有多大人,真是以前沒有的 好,我上來這裡,Hukai Sasa 站 看到今天開始,全部的地址都轉到屯門方向 現在有班車維持近7分鐘,一班車真的很貴死梳 如果說鐵路來說,7分鐘和東通線那些有得廢 真的很貴死梳 即是我最不喜歡這麼傻斑的鐵路 即是說起我住在市區的人 即是7分鐘已經是大序了,已經很大序案了 即是非繁忙時間7分鐘,我都覺得很大序了 即是這些事,我自己不是這麼喜歡 即是這麼爽,希望他們是加密一點 有了這條線之後,我想Hukai Sasa 人們都出紅磡、桃瓜環 但真的會方便很多 即是出九龍會方便很多 尤其是,我想如果人們能頂得順的話 應該頂到...頂到下去紅磡已經頂不順了 即是頂到尖沙咀,紅磡已經開始頂不順了 即是應該在這裡開始頂不順了 因為這裡這樣搭也搭了四、五個字 這裡再搭多幾分鐘,即是八個字 希望今天我都頂得順 好,還有三分鐘開車 好,3.05分會出車 我們看看 其實就是一條線,這麼多個站 又要踩七十多分鐘 即是看看會不會有效率出來 即是輕鐵已經是一個例子 即是太多站,解駕了很久 結果這條線又要踩出來 那時候 我不知道將來這些時間 即是在紅磡會踩出來 踩一點點,更快 即是增加過營運效率 這個原因是 一條這麼長的線 其實就是效率很低 所以這條線都停的時候 又不會有甚麼不停站 又不停的時間 又不停的時間 好,那就是 我們下一個站 就是馬鞍山市中心 馬鞍山市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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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就是04年開的 04年開的 04年10月月 我希望可以到10年 正10月 一開的時候 一開的時候 就 一開的時候 都多了很多人 就是馬鞍山 一開頭都沒有人 尤其是馬鞍山市中心 馬鞍山市中心 馬鞍山市中心 就是馬鞍山市中心 就是吃得很益 就是在海啪飯園那裡 就是在海啪飯園那裡 吃得很益 就是中心為馬鞍 所以 老實說 就開門 就是老實說 那是馬鞍山市中心 就是馬鞍山市中心 就是馬鞍班 大概一出的時候 即是馬鞍山市中心 近乎馬鞍山市中心 都是慘盾 我們下一個站 就 就是馬鞍山市中心 就是馬鞍山市中心 現在是馬鞍山市中心 好,那你見到呢,都要有一些友善,真是做參與,怎樣認得深色呢? 我手一望,我大事很容易,你都神經病,怎樣做,怎樣做交換呢? 你們友善一點,狗養去吧? 很多熟悉的,當然不是那麼棒,我看你一看吧,我看你一看吧,我看你一看,我看你一看,你都不去轉什麼呢? 真是,你這麼好神針,我去轉轉,我去乘以外轉,我去轉轉,是不是有點傻傻的? 你都傻的,你真是,轉9號再轉什麼呢? 這樣做生物 隨便吧 現在這些生物都很奇怪 下一個站 三點零四分 三點零五分級車價 下一個站應該是恆安 恆安這個站是恆安邊皮 你看看 恆安邊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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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應該更低 雅園 那些人類居多一點 恆安多站 還有 感安園那些人多一點 就不是真正正正 我實說是恆安 恆安重心 即恆遠那些人 我們就三點零五分 今天三點零三分 我們下一個站是大水坑 大水坑 那裡就是富翰大園 禁泰區 即是禁泰園 我大的人 即是七十七區 那些人 當然 七十七區還有一些慢點位 就是那些人 有個安分 就是那裡 因安那裡就遠些 因安那裡就比較遠些 那麼 3.07分 3.08分就來到達水塔 3.11分 下一個達水塔是石門 石門主要是工業區的人 石門、黃錦輝、金水、廣場 石門村是最近十年來的石門村 這裏都是由石門村的人才多了人 我剛開始零四年乘搭的時候 這裏真的只剩下工限 小人都不得了 這幾年就多了屋原 多了人乘搭 石門 集運第一城 整個馬鐵線另一個最多人乘搭的區位 就是第一城 第一城大屋外 有幾個屋原 例如魚翠、魚田園 這一帶 這裏有幾個屋原 所以這裏的近後是比較多 還有威爾斯親愛醫院 還有附近有醫院 所以這裏是另一個是馬鐵線 如果以前是馬鐵線 這裏是一個大站的區 這裏是3點13分 乘搭11分鐘 3點15分 我們來到沙田圍站 沙田圍站 主要是沙角村 沙縣坡 和花遠城的人 花遠城的人就遠一點 如果你是花遠城的人 就會搭這個站比較遠 主要是這三個村的人 這裏是相當多人 這裏是另外一個都相當多人搭的天龍站 除了馬鐵山站 除了馬鐵山站 然後是第一城 沙田圍 然後再下行鋼 下一站是車庫廟 本身這個站不應該叫車庫廟 應該叫巡石 因為這個站不應該是巡石 其實車庫廟有少許多行李 其實不知道為何會有車庫廟 我都不明白 我都不明白 可能這裏不太出名 這裏最大的客人 最大的任務 就是 沙田園的巡石 和後面 剛剛馬鐵山的獨立 我忘記了那個獨立玫瑰樓 那裏不明白 但這個站出名 是馬鐵山庫廟 今天是3點18分 快到了大圍 大圍是一個大站 因為會鑽上東鐵線的人 當然了 現在在世界之後 我就不知道 多不多人在這裏鑽車 可能會少了 為了對人現在 不用在這裏鑽進去接東 現在可以直接鑽進去接東 就可能會少了一堆人 我相信也少了一堆人在這裏鑽車 那些人會繼續保持在這裏 也不奇怪 這裏鑽車 3點17分 分站了17分鐘 17分鐘 就來到大圍站 這裏鑽車 大圍都可以看得出 本身這裏鑽車 有一件事先天缺陷 就是 就不像平時的地鐵月台 平時的地鐵月台 平時的地鐵月台 可以過對面 就可以轉線 這裡只有一個位 可以過對面的月台 只要小心點 另外最好的地方 就是最後線的地鐵月台 這樣可以只差一點點 現在是3點17分 那一間大都沒得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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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是鹽村那帶的人,還有鹽村那帶的人,有些叫做舊村的下景口那帶 我忘記了,鹽村已經是鹽村那帶的人,我感覺到鹽田那帶的人 鹽村就是鹽村去了鹽村有多久 鹽村也是鹽村之前,鹽村說這些鹽村們是鹽村的鹽村 鹽村就是鹽村要多些鹽村的鹽村 鹽村 punya鹽村 Maak at this sheep 鹽村在鹽村都會多些鹽村 鹽村說色他們多些鹽村 鹽村也是稱霍鹽村あまり避免警方便 鹽村的鹽村但是少要 drought both 鹽村墊花等外層進林 VIC 好,現在來到九龍 今天出道是九龍,3點26分,乘坐了14,24分鐘的車 乘坐了24分鐘,真的很多人上車 亦有很多人進入 我相信要乘坐全場,這輛車應該都很困難 但這輛車應該會有很多短的區間 我相信應該是 人家乘坐全場,這輛車就沒甚麼可能了 但應該是鑽石山、大圍、韓文田等有機會 或是接東等也有很多人進入 3點28分,來到啟德站 啟德站這裏主要是啟程邨、德南邨、深浩江的工業麥大 河一大那些 都還未辦事宅 這裏就不用想到,一定要定義的天下 因為都要定義的新辦事宅區 所以這裏對巴士一點理都沒有 所以根本上,在這裏就要定義的天下 我們今天還要走多一點點去那兩個深站 因為最覆蓋多人就是那兩個深站 你看到還有很多人在東邊 很多人比剛才馬鐵線多人 馬鐵線的那一部分都不到人 大魚雷厝三分,油署並列車 於是可人家,阿拉雲反認 人請大家,進入縣又和平心 下一集是宋浪的,其實這部門應該是碼頭,碼頭是九龍城之間, 即是由你叫馬頭或立即落石,都可以接受的,但就大約一分鐘,三點半,其實我站在三點半,即是如果我大約一半,是大約28分鐘的車。 這站應該是新鮮的 應該是很多人 當然 好美 你也看到滑滑壁 滑滑壁 這次是拍攝的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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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是拍攝的 人們覺得有很多人拍攝我 就拍攝我自己 下一站是兔瓜環 兔瓜環那站是最靜名的 因為那個大陣的確是兔瓜環的 但是 我相信一兩分鐘便可以去那裡了 其實我覺得 整個九龍最需要鐵路的地區 就是九龍城、兔瓜環那大 結果 足足到現在 2021年才能夠達成這個沿路 有時真是唏噓 反而新市鎮 全都發展了 有幾艘有鐵路 例如將軍澳、屯門、元朗、天蘇衛 那些有鐵路 突然到兔瓜環那些這麼舊的地區 突然是一個很好吃的 隔了這麼久 終於都有了 好 今天3點33分 今天就來到兔瓜環 即是我那位在烏溪沙灘 有31分鐘的車 就是要盡量的 我去買這幾個 那些不關於我 對 我買了 你買了 我買了 我買了 你買了 我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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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站好像有點遲走出來,只有 3.34 回來了 好了,現在是 3.35 了,等到你了 然後就下來了 這個拖拖是娛樂舞台 終於都是娛樂舞台,差不多五年 差不多五年,終於有娛樂舞台 河文典很難看 其實最近沒有一個很普通的名字 很難試試叫河文典 有些人說叫山谷谷谷山山 即是山谷谷村 或者什麼老龍坑,舊都好像大酒店那些村名 那就是不吉利了 老龍坑的成為是住在大酒店那樣 那就是貌吉利 河文典楊典強了這個名字 所以我覺得都可以做得到 即是不用太多人 可以給你櫃子 下一個站就不夠了 那就是以前那些人呢 我想那些人呢 都可以乘搭巴士呢 都可以乘搭過車的 現在是小的不用了 還要出發來 這裏是地面穴台 出發來地面吧 這裏是地面穴台 但是他們進了室外 這個就是室內的位 這裏是河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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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是河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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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外面的小鲜鱼 好冷啊 喂 是很冷 在外面的小鲜鱼 在外面的小鲜鱼 是很冷 在外面的小鲜鱼 在外面的小鲜鱼 所以就不想吃 所以吃了一 пока 西沃梅 車輛3.41 車載了快速40分鐘 尖中站也有相當多人的航車 3時44分,便到鎖士甸站 鎖士甸站主要是九龍和西邊的商業主 它是經濟半島的大人 這站出名不是太多人 因為這站附近也不是很煩惱的地區 我們下一個站是南昌站 3時47分,就是南昌站 其實就是深水埗南昌村,但就是湖昌南昌,大量是WW 這站主要以前是第一期西鐵市的重站,就是南昌 但這站越來越來越深水埗,越來越一大距離 這站現在是近來的,屋苑多了 還有女士多人搭 這站現在是近來越來越多,但老實說我已經坐了有點累了 已經坐了45分鐘 原來坐鐵路可以挺累的 比乘巴士更累的 我坐了45分鐘 我坐了45分鐘的車,我開始有點累了 但現在才在深刻暖暖,怎麼辦呢 好,現在3時49分,現在來到美孚站 這站是以前很出名的很多人轉的西鐵線 轉去紅色線的最多人轉車的站 現在車上還有很多人走 很多人都在桃花環、桃花園上樓 我相信馬鞍山那些人已經差不多下雨了 去到摺沙咀,我也受不了 我相信我會這樣坐到馬鞍山,然後再踏下來美孚 哇,大佬,多少分鐘呢 3時50分 現在3時50分 我坐286C,一早早已經去美孚站很久了 我不會這樣坐,我不會這樣坐鐵下去美孚 馬鞍山那些人很難頂 我覺得坐得很辛苦 就算我現在全場坐,我也覺得很辛苦 好,我們現在去全灣 好了,我回答到聽,我的眼睛都紅了 3時54分來到全灣西 今天來到全灣西 即是全灣雨昇浪場、激安、海之暖那一帶 即是其實磚那一帶 或是全新天地那一帶 那就全灣西 好了,現在出來了,大嵐水道出來了 大嵐水道出來了,大嵐水道出來了 但現在就不是這麼想 我真的坐著坐鐵下去,又不夠 但我完全長期看著,這麼黑的東西 很辛苦,很高速的感覺 你又人又多,很高速 真的不是很舒服 坐著真的不舒服,我真的坐著坐著 我真的坐著全場都覺得不太舒服 其實其實一坐超過四十分鐘 你這個人已經不太舒服 你還要站住,你覺得很不舒服 你覺得真的很不舒服 我才能評論,我答完我的感受 我真的有一個感受 我就可以很願意見大家如何答應 真是,我坐在後面開始定不相信,我很想快點停車 其實我心裡已經去南昌宴,到尾夫已經很想停車 真的很想快點停車 只不過今天要為了幫助,要說一下這條線 真的,線都不錯了 我心裡不相信,在馬洛山坐下來都挺不相信 但我現在3點,很心急 我心裡不相信我,我心裡不相信我 我心裡不相信我 來到錦田站,錦田 以前這個站,原本是錦田的 有些人有草,香辛的草 應該是幾個鄉人有草 我們應該要經過百香,錦田又有百香 然後最後,我心裡很煩 在附近那條路錦翔路來做集 然後到錦翔路站 4點 坐了58分鐘,我也覺得自己很厲害 好,來到元朗站 4點3分到達 坐了1分鐘 1分鐘 坐了1個小時或1分鐘 我頂不太頂得信 真的,一條線 我想我也可以做到一點結論 今天是元朗站 就是整個元朗東這邊 就好像是在元朗東那邊 是元朗東雞子亮 島 現在已經到了 4點06分來到 朗平站 朗平站是元朗西 元朗西是激陽路 元朗平村等 先看看這一帶 朗平到元朗區、屯門區 會比較多一些斷途的客人 所以你會看到 由元朗端、錦上路端 開始到屯門 又會很多人上上浪浪 因為主要的人都是 那句話 因為天氣很差 如果不是天氣很差 就不會有那麼多上上浪浪 4點09分來到 天水偉站 我坐了多少? 我坐了67分鐘 我坐了67分鐘 就終於來到天水偉站 好丁 不行不行 即是 鐵路 坐鐵路 你不要以為真的很舒服 一點都不舒服 坐鐵是一點都不舒服 坐得我們人很頭疼 很頭疼 真是的 來到天水偉站 其實天水偉站 這個站是天躍 天勝縣 或者天右縣 各大 即是天所謂難道的人為主 因為天所謂不的人 都是完全輕鐵的 好 4點14分 4點14分 就來到少漢站 少漢站 不用說了 其實只有少漢圓 這個站 只有少漢圓 或者坐牢圓 應該要緊一點點 還有富泰那邊 靈蘭那邊 其實就是發位不太大 只要第一方面人接搏 去輕建 今天是4點15分 開車 嘩 很可憐 而且我發現它有鹽巴 好了 那幾點 4點17分 今天終於來到屯屯 嘩 4點18分 嘩 真是頂不住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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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整股環節 這個一定是整股環節 不過懷疑 你想想 這些飛凡王時間 都可以5點 72分鐘的車程 它都誤了3分鐘 3分半鐘 其實誤的時間率是5%位 都可以誤了5%出來 所以其實很老實說 我有點擔心 其實我有點擔心 這條線這麼長 其實是會很容易5點 很容易脫班 這樣的玩法 它很容易會 其實它一做好頻密班次的時候 它會有一輛車位 會不停驗 所以這條線 不應該這麼長 因為其實你看它這麼長 已經比預期時間 已經差了3分半鐘位 差了3分半鐘位 不行 你想想 正常一輛地鐵 嚴重是過幾十秒 但是它驗了3分半鐘位 其實是大 它這樣驗發的話 老實說 我坐在這裏,坐了七十多分鐘,我都坐得很辛苦 我坐到人都快要暈倒,我真的很想吐 你看看司機還要集中精神去駕駛的時候 應該要有一個交替 司機應該會在紅磡站或哪個站要有一個交替 那裏應該會浪費了一點時間 長遠來說,這條線應該是要拆造屯門去到紅磡一段 然後紅磡到烏溪沙是來一段 因為我正常人都不會這樣坐足全場 我坐足全場,我只能帶幾個嘔吐袋都行 我受不了,我坐瓜士多兩個小時都沒那麼辛苦 都沒那麼辛苦過坐地 因為坦白說,屯馬線尤其是走到錦田或那些路 又黑咪咪咪,又在搖來搖去 車子搖來搖去,好像洗衣機一樣 左搖又搖去,其實搖得很辛苦 其實真的不舒服 老實說,這麼多站很厲害,大佬懲罰人 坐得好像是罰人的樣子,這就是這些懷孔 一會兒再跟你說一下我的建議是怎樣回答 老實說,真的很累 坐了75分鐘的車 坐了75分鐘 75-76分鐘的車 不行,我頂不住了 不要叫我坐足全場 這些有一次就算了 這些坐多一次真的想吐 這些簡直是挑戰人體極限和精神極限的 真的說真的,我不是說回不上班說時間 其實你也知道,地鐵的位置是橫坐的 橫坐的方向已經是成績角的坐 已經坐得很硬、很暈的 已經不算舒服了 如果倒轉那些車是倒轉那些 那些位置我都覺得更難頂 哎呀,真的不行 好,我現在找個地鐵地圖來評價一下 一些路線的點位 這條全香港最長的路線 最多站又最長的路線 那你有甚麼建議呢? 如果你是住到錦尚路的 即是整個元朗區層門的 我建議你搭到去... 其實搭到啟德已經很盡了 其實你搭到轉石山,你受不了了 轉石山,你除非去轉石山吧 其實基本上你搭這堆線,你搭巴士是會很快去到的 你說在觀塚到塞車,或是陸祥島都塞車 塞車你都沒有坐得那麼難頂 很難頂的 你怎麼這樣牛發 這樣牛九個字、十個字才來到 牛九個字、十個字才來到錦尚路線 是很難頂的事情 你坐這堆車,你搭巴士都是七、八個字左右 來到錦尚路線都是七、八個字 但你會坐得舒服過你這樣牛發 我保證,如果在屯門區的人 如果你坐到大圍演徑 我保證你已經可以帶牛套袋去牛 即是你可以再坐到這裡 我想你可以拿兩個牛套袋去帶 牛都可以,我保證你搭到牛 真是牛,真是很辛苦 好,那荃灣的人呢 荃灣的人是同樣地的 荃灣的人搭到最盡,其實都是搭到這裡 因為其實這堆車有很多快車來到這裡 其實根本上這些人是不會這樣跟你這樣牛的 因為真的很辛苦,老實說 好,接著 荃灣的人,很多人都會搭到你去啟德最多 我估計,其實整個這區的人 好了,未到美孚了 美孚同樣地都是搭到你這裡 因為美孚如果要去大圍演徑 其實乘搭青沙公路那一堆 乘搭巴士是會快的 所以沒有必要的 接著,南昌 南昌同樣地都是搭到啟德 其實鑽石山已經很辛苦 鑽石山已經很勉強 鑽石山已經很勉強 好了,其實反而你說 有些甚麼人會是由烏溪沙搭起的呢 烏溪沙搭起的人最盡就落到尖東 尖東或者是柯士甸 南昌已經很勉強 南昌已經很勉強 因為有二百六師 有二百六師 二百六師那一堆是會方便落南昌的 這樣搭下來 你這樣搭下來 都搭了三十幾四十幾分鐘 五十幾分鐘 四十幾分鐘搭下來 哇,我快頂不住 如果你是烏溪沙田那一堆 馬安山這一堆人 其實搭到最盡已經是去到柯士甸 已經要轉車了 已經要跳車了 忍不住要跳車了 那你說土瓜灣的人會適合搭到這裡 土瓜灣就電離了 兩邊的人都會 土瓜灣去這邊都是二十幾分鐘 因為是中間點位 他是一個中間點位的人 所以這一堆的人 去送王台 啟德的人 亦都會搭到去屯門 所以其實土瓜灣是整個屯馬線的大型家 土瓜灣送王台 因為他兩點都會方便 兩點都會方便 OK 有些人都會說 那會不會影響城水的路線 怎麼會啊 你也傻的 你先坐下吧 觀塘的人會不會影響到 你先坐下屯馬線吧 你捱得到那四十幾五十分鐘車程 這樣捱都捱一個小時 就算你搭線這樣捱轉車 都要捱一個多小時 你捱到才算 我捱不到就不好意思 我投降 對不起 我本人就是投降的 OK 這就是我的建議 我亦都會估計到 我和我預計一樣 影響應該都會 是如我所料的 差不多了 預計這一堆線應該會死光的 很多巴士線這幾個位置會死光的 這三個站這四個位置會死光 OK 好 那我回車再說